不认哪 不认 雨河不都挺过来了吗 靠她自己 照样活得很好 那 住在花柳巷里 给妓女做衣服呢 那样也叫好啊 那也是靠自己啊 你们 你们谁靠自己啊 没有一个 你们都是吃着 白家的祖业 我这闺女啊 真有出息 那照您这么说 我们都得住在 花柳巷里 跟那些妓女打交道 那样就算有出息了 你们不会 因为你们没有 被逼到绝境 所以你们注定 要靠着白家 雨河 靠天阳 霍勇啊 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小姐姐不肯回来 你也不用去劝她了 不是 爹 我 过勇 你说这爹是什么意思呀 他真不让雨河回来呀 三弟 你去说吧 雨河听你的 爹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爹把嫂子嘛 好生鼠落了一遍 爹真的说我 是最有出息的 小姐姐 这刚才都和你说了 你都听了些什么呀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行 别说呀 你们三个 哪个 是靠自己的 不都是靠了白家的祖业 是靠自己的 就雨河 最有出息 再说一遍 怎么还说一遍呀 我都会学了 不就是那句 雨河最有出息 不就是这个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败姓啊 只是一点也不 不讨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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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知道你最有出息了 你跟我回家吧 小姐姐 孙少爷 我最近开始学做洋服了 我给你量量尺寸吧 去去去 你这谈这事 你做什么衣服 小姐姐 那个 大哥和嫂子们 都知道自己错了 你就原谅他们吧 就跟我回去吧 我是董家的人 不会跟你回白家 那时 他不是 那个时候绍花刚走 婆婆也不容我 我六神无主 现在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啊 那姐夫走了 白家对你不还是那个样吗 现在不同 以前我是家养的花儿 现在我是田间的草 花有花期 花开只等谢 野草不通 疾风中更茂盛 别跟我说那些 什么花儿草 你们不管 我就让你跟我回去 我不会回去的 小姐姐 你说 等回家了 咱俩还像以前那个样 下棋我让你捂个字 你记不记得 初雪时 咱俩还比赛 看谁皮蛋缸里冻的那个 鲸鱼死不了 夏天吃着那个老井里面的冻习惯 秃子看谁吐得最远了 还有还有 打牌 推天井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小姐的运气 那么好 就是啊 我还记得一件事 有一次啊 你故意往那个手绢上 染上了那个叫什么 凤 凤仙花症 捂着嘴去找爹去了 跟爹说啊 说是说那个酷血了 把爹吓的呀 然后呢 当场就因为这个事 挨了三大板子 我还记得呀 那么轻的三板子 你当是豪的呀 就跟那杀猪一样 你说逗不逗 我每次想这件事 我都觉得这样也可笑 我以前就是那么过日子的样 你快回去吧 我不会跟你走的 春儿 咱们还要赶工期呢 快点 送三少爷走 不是 你还弄什么工 别动 我还忙得很呢 不是 小姐姐 你这 三少爷 要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 不是 小姐姐 你说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嘛 你说你婆婆家不回也就算了 你说你连自己家也不回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嘛 先回去吧 小姐姐 你把话说清楚呀 小姐姐 你说你什么意思呀 你把话说清楚呀 你把话说清楚呀 小姐 我真是不明白 现在娘家好不容易让咱们回去了 你干吗还是拒绝呀 春儿 人的福分是有定数的 我现在才明白 我现在要省着点油 要珍惜 我得谢谢少华 她用她的命交汇了我一起 一会儿 这个代价 实在是太痛了 我现在也会有的